先生 高明美 自帶杯子好像折去 好 謝謝 7月1號起民眾自帶杯子到連鎖飲料店 便利商店 速食店等買飲料 就可以享有環保折扣5元 朝減缩減費減碳的方向前進 因為我在那個網路上還有那個新聞上 都有看到那種自備飲料杯 可以省錢的那個折5塊的優惠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就是讀環保系的 那就是說在這一塊我就是比較特別主動於 環保杯的這個自帶的這一塊 因為我本身就會有自帶環保杯的習慣 那這剛好可以省5塊 我是覺得是比較 這個政策是很好的 說有感嗎 因為我本身就是蠻喜歡喝飲料的 如果假設說一杯飲料50塊的話 我只要買10次呢 我是不是可以多賺一杯飲料 在台灣人手一杯咖啡 人手一杯手搖飲的文化已經相當的盛行 那根據環保署的調查 每年要用掉40億個一次用的飲料杯 數量相當的驚人 那其實這個對我們的生存的海洋環境 或者是生活環境都造成嚴重的危害 那同時也為了因應國際的減速趨勢 所以環保署又在今年的4月公告了一次用飲料杯限制使用對象 以及實施方式的一個規範 那今天這個其中一項的規範就是在今天7月1號開始 這四大連鎖的業者必須要提供給自備環保杯的顧客提供價差5元以上的優惠 那目的我們就是希望能夠減少一次性容器的一個產生 以中央的估算它是40億的部分 它希望達到5.8億是可以自備的 那我們換算一下它是希望可以達到14%的一個自備率 那以台北市來講原本全國的自備率是6% 我們台北市的自備率是達到10% 那我們也很慶幸市民能夠這麼支持環保的一個作為 那我們希望這個政策推出之後 如果我們能夠成長一倍的話 有20%的民眾養成自備的習慣 以我們台北市一次用飲料杯的使用量 我們每年可以減少4500萬個一次性的杯子 後續我們當然7月1號開始 我們必須依照法令來執行 那我們會先請各個被管制的業者 來落實這一個自備的優惠的政策 那後續第二階段如果照中央的公告 第二階段還有循環杯的推動 甚至是飲料店是不是要禁塑膠杯的推動 我們都會持續的來進行 台北市環保局也在7月份針對業者落實情形展開機查 四大聯鎖業者共列管3740家 將在7月底全數機查 若違反情勢將依廢棄物清理法 開罰1200元到6000元 依據環保署的機查作業原則 從今天7月1號開始 四大聯鎖業者 包括聯鎖素食店 聯鎖便利商店 聯鎖飲料店 以及聯鎖超級市場 它必須提供給自備環保杯 或自備飲料杯的消費顧客 提供至少5元以上的價差優惠 那在台北市這四大聯鎖業者 共計列管了3740家 那從今天開始 必須配合這項法令的實施 那我們也會在這個月內 完成所有門市的機查 那今天的機查重點包括 第一 這些被管制的店家 他對於民眾帶自備環保杯來 是不是確實有給他自備 價差5元以上的優惠 第二個機查重點 就是他在他的營業場所的明顯處 是不是有確實標示了 自備飲料杯神幾元的一個字樣 而且這個每一個字的編長 依照法令規定 必須要達到至少5公分以上 那目的是要能夠讓消費者 很清楚的知道這個資訊 然後來養成自備環保杯的習慣 另外台北市推動的循環杯服務 使用率也逐漸上升 顯見民眾使用循環杯或 攜帶環保杯的綠色消費習慣 已在日常生活中發酵 台北市其實是在去年10月開始 我們從公館商圈來開始進行示範推廣 那我們從去年底的合作店家33家 已經拓展到近期的52家 那也顯示各個合作商家對於環保 都願意來貢獻他的心力 那我們事實上我們使用的狀況 也並沒有因為疫情而減少了他的使用數量 那我想民眾應該是已經也能夠 慢慢的習慣接受這個綠色消費行為 當然我們初步應該是從20家拓展到33家 到現在的52家 經過我們的溝通交流 然後甚至是應該是民眾的使用率高去影響業者 然後再來就是順應的環保署公告的這一個法令 也讓他們引發了一些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個考量 來一起對環境保護一起貢獻心力 這個是我們相當樂見的 就是他用這種更積極的行為 來鼓勵民眾能夠自帶杯子 這樣同時也可以減少他們一次 一次用飲料杯的一個成本支出 然後也為環境盡心盡力 環保局鼓勵民眾在購買飲品時能自備環保杯 除了有優惠也對環境照顧盡一份心力 共同打造減速生活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記者文君付朋友 comput閒道